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繼續分享蘇黎世101基金系列的專題 不過今天不是去選擇什麼基金 上星期推薦了BlackWalk World Technology 今次反而想跟大家分享 我和蘇黎世投資者的E-mail互動 這位是一位小姐 在6月10日第一次發電郵給我 她說有些客套說話 看了我的影片 有些啟發 她怎樣在一些網站 我主要說是Morningstar去選擇一些基金或者股票 而本身她先生有投資基金 後來就知道是蘇黎世101 入供25年 之後的結果當然是一般 E-mail都提過 我這裡不說那麼多 那個康宏 朋友就來了 這樣 如果 要斷單 就會輸了很多錢 那個蝕錢的情況 我希望呢 就到了現在 這樣 就 看一下 她這裡好像是 應該都有5、6年時間 那 就 三、四年、五、六年 朋友沒有做 如果 剪掉就虧錢了 這樣 所以他分享了這8年來投資了什麼基金 初期跟之前買101那些都差不多 不是亞洲 東南亞那些 一開始就東南亞亞不顛亞洲小型基金 有個Global Total Return 都是債券 後來又轉去東南亞那些 就是東協 又賣黃金 然後就製造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的時候金磚四國起飛 最近繼續是俄羅斯 亞洲和印度 以往金融海嘯前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但其實這8年應該都沒什麼可能會買這些基金 我去說回 你說2008年之前的熱潮是這樣 那時候已經爆煲了 但是8年前就是2012年 都應該不是買這些東西 所以我也有點廢解 因為金融海嘯後的人都應該變得比較保守 或者怕 應該都再打散一點 不買新興市場 反而美國那幾年做得好一點 但是也沒有買中國 這個選擇我都覺得有點離奇 可能他對俄羅斯的文化特別有興趣 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他就用我教的方式去選擇基金 就是選擇過往3年或者5年 比較好 最後他就幫他先生在Morningstar的組別排行榜 然後他就選擇一年的收益 選擇最高回報的幾個行業 他找到貴金屬、科技、大中華、健康狐狸 然後在蘇黎世的130隻基金 找有沒有這些屬於這些行業 其實這位小姐都很好 首先是選擇一些近期表現得好些的行業 即是說可能趨勢開始是不錯 或者增長是不錯 當然有些朋友可能會選擇遠一點 即是說可能3年、5年 我覺得其實5年、3年、1年 仍然保持得比較平穩 其實是比較好的 當然一年可能就是說 他近年開始好 即是可能近來好像電動車 太陽能都做得很好 但這個趨勢是否能夠形成 我們就要看久一點 所以我覺得我一年、三年、五年都會看看 最好他三角都表現得比較好 就會穩陣些 最後得出幾隻 就是蘇黎世的中國增長基金 他都有看一年、三年的表現 然後是科技 找了兩隻 其實都是同一隻 但一隻用歐元、美金 另外黃金 黃金當然這幾年是做得比較理想 你看到一年是很厲害 另外健康科技 都是大約雙位數字 然後他也很好 他也做了一些Excel 他在ETNET找到這些表現 他發覺科技 因為蘇黎世都有安本和貝萊德 其實貝萊德會做得比較出色 所以他就選了貝萊德 也選了科技 Handerson 其實都是貝萊德做得好些 上一集說過 最後就是選了 我剛才說的幾隻 即是說他篩了出來 都是一個有系統的方法 你說是否完全最好的方法 絕對不是 但他方向是正確的 他起碼選了一些增長的行業 過往一年三年的表現做得比較好 所以最後他就問我 是否這樣轉好 我回應是說 我比較激 因為你要搏回來 要贏回來 這樣就50%科技 50%健康護理 我覺得黃金比較周期性 比較難估 因為黃金沒什麼用 只不過是說 因為你對貨幣比較失去信心 黃金就是一個保值 心理方面的作用 沒有什麼用 只不過是覺得 銀錢沒用 貨幣體系會崩潰 不值錢 黃金是保值 手域都是過往變不錯 不過我覺得選股比較保守 舊經濟比較多 所以就不會說很大的升幅 所以我就建議集中科技健康護理 避開能源 金屬和地產 還有我都建議有能力盡量供到尾 不會公公下不供 因為公公下不供 你擺在這裡的收費更厲害 我都建議金融股盡量不要碰 也沒有麻木聽從專卡 包括我 在香港投資樓比較好 即是住宅 或者投資ETF指數基金 避免投資過股 以免遇上匯豐和利豐之難 當然銀行保險代理理財顧問銷售基金 都小心一點 因為他們其實很多不懂投資 純粹是業績 或者是基金公司說好 他就說好 但基金公司不會說自己的基金差 不會說市跌你不要買 總有一些主題叫你去買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的回應 就是 都感謝我 很客氣 他都會科技健康護理之外 都會買回首役的 中國 他就前兩天 應該是 那個 那個 不好意思 有個名字 對了 那個 這個 他說得到 有史以來的最好回報 因為他近來也有聽我說 這個蘇黎世系列 他就馬上回應了我 看看他 都是買了一半是科技基金 為什麼有兩隻 一隻買歐元 一隻買美金 然後有買Health 大概 你看到他13% 應該是他之前買15% 不過因為科技升得比較好 就變了26% 26% 那 Health是15% 然後中國也買了15% 不過都升得OK 好過 好過Health 所以就變了15.33% 黃金他應該買20% 不過近來黃金就比較弱 他就說 表現就升了28.99% 我不知道他怎麼算 但他就說 總之有史以來 最好 因為可能 不好意思 可能之前每年都蝕蝕地 今年有些賺 就覺得 都幾好 當然科技也是做得不錯 因為都是 六月到現在都升得不錯 那我就說回補充的意見 就是 始終黃金就並非實金 所以 除了受到金界影響 也都受到股市影響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可能黃金公司 他可能管理有問題 或者如果他公司的金礦不夠 金銀藏量不夠 黃金升對他來說都沒有好處 因為他都挖光了 所以就反而黃金實金就會比較好 還有如果股市跌 黃金股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可能他都會破產 或者管理出現問題 黃金升到媽媽都不能 大家公司倒閉 那當然黃金基金 是買了很多黃金公司的股票一起的 那當然如果金價又升 股市又升 他就兩道力一起去 那就會激一些 所以就說 股市起 黃金又起的時候 因為不一定相反的 可以一起的 那這樣就爆得最厲害 那可能 金價升10% 他會升20% 但問題是 如果股市跌 黃金又跌 就雙重 即可能黃金跌10% 黃金基金就跌20% 那如果金價升股市跌 可能黃金格價升了10% 但黃金的抗業股票是不升的 因為雖然金價升 但股票跌就失敗了 其實這樣就做不到對沖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有機會再和大家研究 等你開心 不過不會每年都這麼好 所以重點是選一些 長餘有增長趨勢的行業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 可以發給我的email 我都希望儘量解答大家 或者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都儘量希望解答大家 不過這個例子我想帶出什麼 不是說我厲害 其實很多時候投資 你只要花一點點力 其實可以有個不錯的回報 還有你都要自己下功夫去做 我都很欣賞這位小姐 她很疼她的丈夫 為她的丈夫做了很多事情 我是很欣賞她 所以我也替她的丈夫 覺得很幸福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一方面自己努力 做任何事都是 自己負責任 另外身邊有任何人需要幫助 當然有些是最親的人 更加 身邊有人需要幫助 大家可以無私地去互相分享 這個世界就會更加好 對抗疫情也好 世界和平也好 大家放下自己 不要只想自己 去多一些去 不是說不為自己著想 為自己著想之要 都為別人著想一下 其實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多謝各位的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就分享 like 給點comment 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鐘仔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